Applied Optics自1962年出版 由John N. Howard担任创始编辑 Patricia Wickling担任编辑 Wickling为该杂志撰稿已超过30年 吉塞尔·贝内特是该书的主编 本期刊涵盖光学、光子学、成像和感测的各个方面 根据期刊引文报告 该期刊2021年影响因子为1.905 应用光学的创始编辑是约翰·霍华德 John N. Howard从1962年创刊到1992年退休 他一直担任该杂志的编辑 他的继任者是帕特里夏维克林·Patricia Wickling 后者于1992年至2019年担任该杂志的编辑 吉塞尔·贝内特·Giselle Bennett是应用杂志的现任主编 光学于2019年接替了这一角色 根据期刊引文报告 JCR Applied Optics 2021年影响因子为1.905 影响因子是衡量期刊中的平均文章 在特定年份被引用的频率的指标 影响因子的计算方法是用一年内的引用次数 除以前两年发表的文章数 Applied Optics是一份同行评审的科学期刊 由Optica每月出版三期 它于1962年由John N.应用光学 现任主编是吉塞尔·贝内特 根据期刊引文报告 Applied Optics 2021年影响因子为1.905 期刊成立于1962年 由John N. Howard担任创始编辑 Patricia Wickling担任编辑 Wickling为该杂志撰稿已超过30年 吉塞尔·贝内特·Giselle Bennett是应用光学的现任主编 Applied Optics是一份同行评审的科学期刊 由Optica每月出版三期 它成立于1962年 约翰·N.霍华德 John N. Howard担任创始编辑 由帕特·李夏维克林 Patricia Wickling担任编辑 Wickling为该杂志撰稿已超过30年 吉塞尔·贝内特是该书的主编 本期刊涵盖光学、光子学、成像和感测的各个方面 根据期刊引文报告 该期刊2021年影响因子为1.905